周末想做些什么 9月26到10月15 台北爵士音乐节 邀你一起发现台北爵士之美 详情请上台北爵士音乐节 官方粉丝专页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娃娃局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是玉哥 欢迎收看玉哥放大爵 今天是第二集 那我们第二集邀请到的来宾呢 他非常厉害 他不但可以弹古典音乐 可以弹爵士乐 而且他还跨足到演戏 让我们欢迎大头 大家好我是大头 你好可爱 你现在几年级 国一 国一 升国一了 OKOKOK 其实我想应该大部分人 知道你或认识你是因为拍戏 嗯 对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拍过哪些戏 比较有名的是月老 然后活生的眼泪 还有舒逆养成绩 从几岁开始拍戏 大概是五岁的时候拍戏 五岁就开始 五六岁的时候 所以到现在也拍了七八年 嗯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关于拍戏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哪一个戏 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有一次 那是我第一次演哭戏 因为刚开始我就不会哭戏 然后导演就跟我说 没事我们有从美国好莱坞进口来的哭哭药 哭哭药 吃下去就会哭了 真的吗 结果哄我拍的时候 当然突然跑来跟我说 怎么办哭哭要被其他演员吃完啊 你等一下自己加油 当下哭出来 当下就哭了对不对 所以就很顺利的结束哭戏 之后就跟耳机装了水龙头一样 好那讲回到音乐的部分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弹钢琴 我大概是五岁的时候开始弹钢琴 也是差不多五岁的时候 对 因为妈妈是钢琴老师 然后就会有很多会弹钢琴的大哥跟大姐姐来家里弹钢琴 我就觉得不对啊 妈妈是钢琴老师为什么我不会弹钢琴 所以我就哭跟妈妈说我要学钢琴 她刚开始不教我 我就开始哭 开始哭 所以就是自己很想要学钢琴这样 然后后来就送我去学钢琴 然后也不是把妈妈教你 不是 给其他的钢琴老师教 她想要花钱折磨其他的老师 折磨其他的老师 那你有折磨到他们吗 我相信是有啦 我相信是有是不是 对 所以就从那时候一路学到现在 对 那现在也参加很多比赛 然后就是也有很多的表演这样子 那所以喜欢弹钢琴 很喜欢 那也很喜欢演戏 对 这两个都很喜欢 对 那你觉得演戏跟音乐这两个东西 有没有什么可能相似的地方 对你来讲 相似的地方 音乐就是只是变成用手表演 但是演戏可以用肢体 全身一起表演 都是很需要感情这个东西 对对没错没错 那个演奏音乐也是要把感情融入进去 然后演戏也是一样要嘛 对不对 我其实常常跟我的学生讲 就是说其实音乐表演有点像是演戏 因为有时候你演奏的音乐的内容 可能不是真的跟你自己的个性类似 明明你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可是你今天要弹一个悲伤的音乐 那你就要把那个情绪 就像演员一样把它放进去 对不对 然后你才能够诠释那样子的音乐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 两个是真的有一点点共同的 好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请大头 先帮我们演奏一点 古典的钢琴好不好 好 那要带来什么曲子呢 肖邦会写曲二好 对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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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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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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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